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真正有智慧的人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你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 折磨都是因为因果一时的显现 因是什么 也是个时间概念 因为你不当心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 因为你在这个时间做了这个事情 你才呈现出这个果报 所以你的显现 就是一刹那 你得到了也是一刹那 你失去了也是一刹那 全部都要受报 要无忧无惜无惧 什么叫无忧 活在这个世界上 知道因果 不会担忧 不中阴 没有承受后果 无惜 没有什么可以开心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开心也是暂时的 我没有什么害怕的 因为害怕的东西 它也会过去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经常说的两个字 那就叫随缘 所以学佛人要放下执着 要无所求 有什么可以执着的 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个动作 为了一个烦恼 执着的放不下 执着 执就是把它拿起来 着就是不停地看着它 所以我们平常说 着眼于某个世界 执就是把它拿起来 你把一个烦恼 你把一个业障 你不停地拿起来 眼睛盯着它看 你就会有所求 你就会被欲望 把你随缘的心完全破坏掉 所以要灭掉所有的求欲之心啊 我不管什么的欲望 我都不能要 因为所有的欲望 都会给你带来不随缘的心 我无所求 我放下执着 我们要懂得有求 那就是苦恼的根源啊 你不求哪来的苦啊 随缘的人 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的根源 所以能够随缘 就是让自己一切自然来自然去 无所求 这就成就了佛陀所讲的解脱道 佛陀曾经跟我们讲过解脱道 无欲之人 自然解脱 这就是师父的座右铭 无欲自然 心如水啊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 以清净之身体 和纯洁之心念 造就人格的升华 我们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人格的不一样 什么叫格 就是一格一格 你今天定位在哪个格 是高规格 还是中规格 还是低规格 就是这个格 你一个有修养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你是中规格 如果你能够救度众生 能够帮助别人脱离苦难 你就是个高规格 所以这个人有人格 很多人赚人家的便宜 赚人家一点点钱 有些人更是去赚自己朋友的钱 赚自己亲人的钱 这个就变成低人格 所以你的格数就下来 所以怎么样来升华自己呢 就是要接近佛法 接近佛 接近菩萨 而且要去遵照佛法 去践行自己 所以我们说的人间 什么事情要称法行 用它来观 那用它来观 经常观的人 就懂得四行观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做了 就要好好地去行 把它做得圆满 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 你就必须要用人格 来完成它的圆满 所以有一次佛陀 由化到焦萨罗国的首都 守卫城 佛陀呢 住在一位名叫 提婆彼多 婆罗门的芒果园中 而尊者 忧婆摩那 为佛陀的侍者 就是在照顾佛陀 那时候呢 佛陀呢 受了一点风寒 引起的呢 背部有点疼痛 佛陀过去有这个病 所以呢 就找来了尊者 忧婆摩那 对尊者说 忧婆摩那 我受了风寒 引起了背痛 请您穿好外衣 拿着波 到提婆彼多婆罗门的家里 去为我拿一些热水过来 好的 师尊 尊者 忧婆摩那 来到了提婆彼多婆罗门的家 默默地敲了门 站在门口 这时候 提婆彼多婆罗门 正在 厅堂当中 礼发 他看见尊者 忧婆摩那 站在门口 就问道 喂 外面 外面这位穿长袍的出家 尊者 你默默地站在门外 你是要乞讨 什么吧 住在芒果园的阿罗汉 善事 受了风寒 被痛的厉害 你有治疗的热水 或者药物 可以施舍吗 就问他了 听尊者 忧婆摩那 这么说 提婆彼多婆罗门 就布施了 一波满满的酥 一瓶油和 一瓶石蜜 并且 让别人 淡着热水 随着尊者 忧婆摩那 到世尊的住处 这个尊者 忧婆摩那 以油 为佛陀 徒生 再以热水 泡洗 然后 以温水 调和 疏密 影下 有了这样的处置 世尊的风寒 与背痛 就缓和下来 隔天一早 提婆彼多 婆罗门 就来探望 佛陀 一番问候寒暄之后 佛陀就问 啊 婆罗门 你们怎么修 婆罗门法的呢 例如 布施 什么人 可以获得 大果报 在什么时机 布施 布施 什么东西 才是殊胜的福田呢 你看 佛陀 谦虚吗 他照样 请教 婆罗门 啊 曲谈 当时对 佛陀 啊 婆罗门都是 曲谈 这是对 佛的称呼 啊 曲谈 我们 我们婆罗门 最有成就的胜者 成为三名婆罗门 要想成为三名婆罗门 有三个条件 一是 博际 多文的 好老师 第一个 就是 博际 什么意思 什么都要懂 什么都要记下来 多听别人讲 多文 别人讲 这个 好的老师 所以 我们说 就是一个好的老师 给你 正行正念 第二 有纯正的 婆罗门 第三 相貌 端正 相貌端正 所以你去看 在社会上 如果人家看见 一个人相貌 不是很端正 人家就觉得 你心中 有邪念 所以 能够不失 三名婆罗门的人 可以获得 大果报 而随时不失 饮食 和衣物 就是最殊胜的 福田 接着 提婆 彼多 婆罗门 反过来 问佛陀 去谈 你认为 怎么样 才是 真正的 婆罗门 如何才是 三明成就 布施 什么人 可以获得 大果报 怎么样 才是 布施的 适当 时机 怎么样 布施 才是 殊胜的 福田 这位 婆罗门 反过来 问佛陀 你认为 我们 婆罗门 刚刚 几个问题 这个 佛陀说 婆罗门 善知 解脱 能够解脱 一切 贪 的人 才是 真正的 婆罗门 就是佛陀 告诉他 一个人不贪 你就是 真正的 婆罗门 得三世 了然的 宿命通 如果你这个人 能够懂得 前世 今生 和来世 你能够懂得 这些道理的 就是宿命通 能见诸去众生的 天眼通 能够知道 我们今天 所有的众生的 一切 你今天的快乐 你今天的忧伤 你今天的烦恼 和你今天的幸福 我都能够 看破 看穿 你就是拥有了 天眼通 你能断尽 烦恼的 漏尽通的人 一个人 能够断尽烦恼 就是他能够把 所有的烦恼 漏光 就是漏尽 我们不需要烦恼 不需要恐惧 我们不需要 那些不属于我们 正能量 所应该拥有的东西 你想想看 人不应该拥有烦恼 不应该拥有悲伤 不应该哭泣 而是每天活在笑声当中 然而我们人 天天却背负着 所有的苦难 每一天的烦恼 忧伤 痛苦 让我们找不到 回家的门 所以我们不能做 漏尽通的人 所以佛陀继续讲 是成就三名的圣者 也就是说 你能够漏尽 能够天眼通 能够懂得宿命通 你就是一位圣者 其实用现在的话 你能看得远的人 你能看得破的人 你能放下的人 你就是一个超人 你就是一个圣人 你随时能够布施 这样的圣者 你是最大的果报 是最殊胜的福田 也就是说 你今天能跟圣人在一起 能够懂得这些 你这个人 就是拥有了 无上光明菩提 所以每一个接近智慧 和般若智慧的人 能够多学多看 能够多理解 能够学会放下 当无常想 因为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无常 你经常想到 今天的拥有会 给我带来明天失去 今天的失去 会带来以后的拥有 所以佛陀经常 在奇数级孤独园 经常给众生红化 有一次对诸彼丘开示 佛陀说 彼丘们你们应当思维 诸法无常 并且广布无常想 就是告诉我们 佛陀说 孩子们 弟子们 你们要经常想到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不长久的 当无常想 若是以思维 广布无常想 就能断尽 对欲界的贪爱 佛陀 佛陀这句话 对弟子讲的就是 如果你的脑子里 经常拥有的思维 经常 不满的 无常想 你就能断尽 欲界的贪爱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爱一样东西 实际上爱过了之后 就没了 这些东西我要 要回家了 放在那里 那个东西我也要 拿回家了 又放在那里 没了 因为要完了就没了 要完了 接下来就是扔掉 或者送掉 或者烂掉 所以 无常想 这个人就不会去贪 给别人了 无所谓了 所以有很多的 长得好看的男的 好看的女的 他们就是一种贪念 师父给大家做个比方 如果一个男的 他好看 他希望 凡是女孩子在他面前 都要关注一下他 满足他的自尊心 如果有个女孩子 长得比较好看 他希望所有的男的 最好都能够盯住他看 最好能够追求他 这就是一种贪爱 慢慢时间长了 成为一种习惯了 只要有人不看他 他马上就不开心了 所以佛陀对我们教导 在2500年前 就告知我们在人间 应该注重什么 应该失去自己心中的烦恼 要断尽对色界 无色界的贪爱之所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 实际上也有色界和无色界 你们想想 有些人在人间 活得非常的快乐 想什么就有什么 想买什么就有什么 想要什么什么就来了 这不是已经生活在 色界天了吗 想象到什么 他就能够拥有什么 他已经活在 无色界天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那个时候就叫 众生要断除无名 因为这些的拥有 都伴随着无常 要常做无常想 如果你把这个 作为永远的拥有 你就是拥有的无名 不明白 你较慢就会产生烦恼 所以很多人 有名有利了 觉得就可以看不起别人 觉得自己就比别人高贵 你就会产生烦恼 所以有些人 不尊重别人 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你就会产生烦恼 你自己的骄傲 会造成别人看不起你 你又会增加烦恼 谢谢... 谢谢...